30亿元洗钱案中的被告陈清远 今天在挺上任罪后被判坐牢15个月 他是这宗洗钱案中第7名被定罪的被告 34岁的柬埔寨籍被告陈清远 一共面对10项控状 包括4项洗钱罪 2项以欺骗为目的的教唆伪造罪 2项教唆使用伪造电子记录 以及2项教唆伪造罪 调查披露 陈清远同女友从2021年到2022年之间 向渣打银行提供伪造文件 除了涉及洗钱案 陈清远在国外也参与远程赌博 并把其中的收益转来我国 但却无法为拥有的大额现金做出合力解释 洗钱案其余三名被告的案件仍在审理当中